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级工艺美术师 万物生建展创始人吴志勇 从于20多年间孜孜不倦不断创新 创造了建展业作品万物生 该作品荣获第25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 在福建省总工会举办的福建省百万职工 五小创新大赛中荣获创新发明一等奖 并多次被国家及省级博物馆收藏 近年来市场反响强烈 颇受艺术爱好者青睐 以古为师 尊重科学 创新发展 建展 始于唐 兴于送 衰于野 我的万物生其实这就是唐代的时候 唐代的时候就有这个诱面 我也是在防古能的作品 只是一个配方 还有一个烧制记忆的一个演变变化来体现 制展是从配方到制作到器型到烧制的严谨系统性过程 成功的建展作品创造了无限可能 也引来了从业者的纷纷效仿 对于这一现象 匠人吴志勇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你这个作品没人看 没人喜欢 没人去想 没人去画 那这个作品是不成功的 这个对于我来说 我研究了万物生 我算成功了 那建展只是我们其中万能器的 其中的一个咬口的一个产品 我们从事建展的买一位将人 包括我自己还是在学习 因为邪无止境 摇火灭万物生 生生不息的建摇之火 将不断烧制出新的作品 也催生更多如吴志勇一样的艺术家沉浸其中 谱写更多剑展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